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希君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带来台湾的 我的新专辑 如我 阳光如此明媚 所以想睡 难道有日落才不累 因为喝了咖啡 所以想睡 这一次的话 其实有别于我自己 之前的四张的音乐的风格 这一次请到两位制作人 一个是郭鼎 一个是郑南 这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 非常好听的歌曲 比如说主打的 如我 浪里游 还有失水症 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更多面的刘希君给大家 根据两个制作人 因为正好是两个人 然后他们就一人做了五首歌 因为两个制作人的音乐风格 很不一样 所以就专门把A留给了郭鼎 B留给了郑南 把他们就没有把他们制作歌 混在一起 而是专门把他们区隔开来 A的话 郭鼎做的歌 它其实会比较冷 然后性格会更加 调性会更加独特一些 有些新的一些音乐风格的尝试 然后B的话 就是B面的话 就是郑南的作品了 郑南他的制作 就会相对会回来一点点 没有那么的冷 反而是会有一些 有温度的东西出现 比如说像失睡症 同一件事 秘密 这种可能有些唱感情的东西 或者是说 比较暖调的一些东西 有出现 概念上 从企划的概念上来讲 分成了夜和梦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第一次来台湾 拍我的那个 扶晓专辑当中的MV 就去了阳明山 但是下雨那个时候 下就是毛毛雨那种 又很冷 三四月的样子 然后穿着 就穿着背心 然后就在阳明山上淋着雨 导演说有雨很好 所以各有感觉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MV浪里 有个人看完MV就说 你有去永乐布市 你有去永乐市场 你有去那里 很好 我还以为 就是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大家都觉得我在台湾 待了很久 拍这个MV 所以如果是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希望 能有一周的时间 可以让我去做一些 比较长途的路程 去的地方 比如台中 台南那种 有一个 算一个 这一次MV的内容 比较特别 讲的是三个女孩子 然后就是当中 有很多画面 是我跟另外两个女生 一起在台北的 大街小巷的街头 吃喝玩乐 这是一个表象 就是这个MV的表面 但其实这个MV的内里 讲的是 他们两个 其实是不存在的人 是我的另外两个人格 若沉默 能应付这深深疑问 至少能拥有 这一时半可 仅有的认真 要不是你 匆匆的疑问 我又怎么要 在MV的后半段的时候 有出现我在楼顶上 然后有一点 想放弃生命的念头 然后被他们两个人 拉了回来 其实在最后的 MV的最后两秒 出现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画面 本来应该有 他们两个人的地方 但是他们两个消失了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他们两个人 是不存在的 是我内心里 另外两种人格 其实最重要 想向大家表达的是 很多时候遇到困难 一定要让自己的 另外的一面 去救赎自己 会觉得说 自己坚持做音乐 这么久的时间 没有白费 就是没有白费 去花时间去坚持 因为在我刚开始 做艺人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会去演戏 可能因为我的外形 大家会觉得 我会想要去 做演员一类的 但是我还是 更喜欢音乐 所以坚持了 有很多年的时间 只做音乐 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 是真的很认真 我不是冲着做明星 而去做艺人的 这样专辑大概是从 专辑的发行时间是12月份 去年的12月份发行的 就是很感激 其实我就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东西 美中不足了 总体出来的效果 然后还有大众 大家对于我这样专辑的认可度 都让我觉得说 这样专辑其实虽说时间短 但是也是一气呵成 它属于在当下的那个时刻 记录下来了它该有的样子 像30岁正日生日的时候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出去旅行 所以我就去了土耳其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始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了 然后很少有自己出去的时间 然后工作也很忙 然后我再加上我自己性格 也是属于比较内向 然后有点宅女的性格 不怎么爱往外走 觉得30岁往后要更加的自由 然后更加的佛系的生活 尽自己在自己的能力里面 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都交给它 自然发酵就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张专辑 如我 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开心 自在如我 如是我在不疼痛 如是何必起了雨 如我何必清了水 如果才能成快乐